從頭來一起 往前看很好 在專業老師帶領下 市長謝國良 教育處長劉美蘭 以及國民黨立委參選人市議員林佩祥 市議員秦真和呂美玲帶頭 和現場民眾一起大跳攔支運動 機動室九月運動月 機動室政府特地在國門廣場舉辦 這場國民體育日運動園遊會 呼籲民眾多運動 讓身體更健康 市府也將陸續規劃室內健身空間 室內健身中心 一個地方就是在七堵的火車站 另外一個地方會在安樂區的國家新城 我們希望因為多雨的基隆 夏天也很熱 所以我們越來也要提倡 室內跟室外的運動跟空間都要並重 這個是未來我們努力的方向 一開始只是蓋兩座 未來我們會越蓋越多 希望各個區域都有我們的健身空間 而且不用所謂加入會員 付昂貴的會費 只要過來用悠遊卡 就可以來使用這些設備 而接下來十月份國慶日這段期間 市政府則將讓市區騎海飄揚 目前只要從高速公路開車進入市區 都會看到在仁愛區行政大樓外牆 已經掛起巨幅國旗 接下來十月一號到十月十號 更將在文化中心外牆投影巨大的國旗秀 喚起國民愛國家愛國旗的心 未來我們在整個文化中心的外牆 十月一號到十月十號 我們會打上巨大的國旗秀 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基隆市跟我們的中華民國是緊緊的相連 彼此的扶持 那我感覺現在有很多我們的中央政府 對於國旗比較不重視 在國慶日就會淡化國旗的味道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要喚起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愛中華民國及愛國旗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們會在全市都擺上更多的國旗意象 並且也打上巨型的這個投影 在十月一號開始 各位觀眾可以期待 我自己看過都非常喜歡 市長謝國良強調請大家期待 十月份將讓大家有濃厚的國旗感跟愛國感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